昨天,有营销号发布张萌疑似在节目中对实习生爱达不理,全程不看对方的视频,引发争议。 跟张萌对待实习生这一段也太尴尬了,一直没有正眼看过他。 晚间,张萌回复营销号微博,请不要恶意剪辑带节奏黑我了。 整个视频看完了吗?为什么恶意这么大?请你删掉这条微博,谢谢。 是不是有点觉得太苦了?说实话有一点。在冒海里瞬间出逃,就是想逃走。 但我告诉你,我参加《成功放长节》的时候,我也是这种感觉。是吗?压力很对。但是又怎样呢? 那你也没有逃走啊?你很勇敢啊?我不会逃走了。逃走这个字就不在我张萌的字典里。 天呐。所以你也不行。